注意看,这批灰狼正在农场偷牛 公牛亮出尖角,不断摩擦前掌,向野狼示威 野狼突然露出獠牙,朝公牛第一吼 公牛秒怂,扭头就跑,沿着木兰一路狂奔 不一会儿他就跑到尽头 但这尽头却是卡车祸兜 混混们倒牛成功,驾车迅速逃离 但他们却过河拆桥,不得女孩和大灰 这时,农场主持枪赶上 女孩和大灰只得束手就擒 很快,女孩被关进管教所 铁丝往另一边的大灰,则被铁链牢牢拴住 管教员把他强行关进木箱 并还告诉农场主,他偷了你的牛 你可以咋着他报仇啊 女孩大声哀求,希望他们放过大灰 但管教员很快就把木箱装车 农场主驾车带走大灰 认女孩如何哭喊,也无济于事 半夜,女孩难以入眠 虽然管教所吃喝不愁 但他挂念大灰,一刻也待不下去 于是,他偷偷撬开洗手间的通风网 顺利逃出管教所 很快,女孩便赶到农场 他顺手抄起铲子,悄悄上前 农场主却突然转身,发现了他 女孩鼓起勇气,说要替大灰报仇 但农场主并没有理会 淡定地转身,走向另一侧 接着,他打开木屋小门 大灰突然冲出,跑到女孩跟前 开心地舔视女孩脸颊 第二天,农场主将他们送到 女孩父亲打工的城镇 女孩亲吻他,以示感谢 下车刚要离去 农场主却突然叫住女孩说 你的狼真的非常棒 女孩听完,微笑着转头离开 历经艰辛,女孩终于和父亲团聚 他和大灰在父亲工地安顿了下来 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本是件开心的事 但大灰反而每天无精打采 时不时还会趴到窗前 呆呆望着远方 这天,大灰依旧趴在地上发呆 突然,不远处,传来狼嚎声 大灰直接冲出门外 朝树林方向跑去 他默默看着树林深处 瞬间不知所措 女孩紧紧抱着大灰不放 似乎已预感到什么 此时,树林中的狼嚎声再次响起 大灰低下头 眼神中透出回归自然的渴望 女孩终于释怀 他含着泪说 去吧,你守护我的使命已经完成 听到主人指示 大灰终于奔向树林 但没跑两步 大灰又回头看看女孩 眼神充满依恋与不舍 女孩为了让大灰安心 强忍泪水 坚决地说 去吧 大灰转身 奔向树林 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女孩视野中 看着大灰离去的背影 女孩强远的泪水终于滑落 她知道自己无权剥夺大灰的自由 只能默默地感谢 大灰这一路的陪伴与守护